瑞瑞啊 記得一定要孝順妳媽媽 我每次跟她通電話 我第一 第一句話就會跟她講 每年妳生日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離婚的時候 我就這樣做了 我會讓她跪在她媽媽面前 跟她磕個頭 因為 妳媽媽真的是用命 把妳換來的 我非常想妳 我非常想妳 因為 當律師判定我們可以一個月 有兩次到三次的聚會的時候 無奈疫情就已經進入三級的警戒了 我們根本約了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一家餐廳是開的 明天是中秋節了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團員的日子 還記得 妳國小 我們一起全要考慮的時候 明天妳有跟我講 傳訊息說妳要跟朋友同學去考慮 希望妳很快樂 月圓 人員 回去跟媽媽問個號 也祝她 家姐愉快 還有 妳這次高考會考的成績很好 我欠的禮物 把比知道妳要什麼 我會買給妳的 加油千萬不要學壞了 考試不好幾名都不重要 一定要做一個 腳踏實地 妳而且是規規矩矩的 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學壞了 妳不是一個單親家群小孩 妳有親爸爸 妳有親媽媽 只是我 我現在沒有爸爸跟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彼此勉勵 共同加油 瑞瑞 爸爸愛妳 小孩真的是爸媽的心頭肉 真的